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我们再次把美国的总统大选交在主的手中 求主眷顾带领 我们也再次求主平静每个人的心 让我们知道地上的国是暂时的 总统大选的结果不管如何就只是四年 但你却永远在掌权 所以让每一个你的儿女真正的来依靠你 你成为我们的磐石山寨我们的力量 求主眷顾赐福 再次把我们今天造成的上课交在主的手中 让我们从以色拉 从整个以色列人的复活圣殿的重建 这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 神今天依然在掌权 祷告给我们主的名求 Amen 好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 这个圣殿的重建 那这个圣殿的重建 其实就是在讲到整个基督徒的 我们上次有讲到说 重建就是上帝的心意 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 整个生活的重建 信仰的重建 这就是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意义 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思想 那我们要从以色列人重建圣殿 尤其是被鲁归回的这个过程 我们大家来学习到 说怎么样能够 我们怎么样也能够 从这个归回的一些细节里面 从以色列人重建 这个归回耶路撒冷重建 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回到 我们跟神的关系一样 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所以我们在读以色列记的时候 我们可以注意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是 以色列记的第二章到第三章 我们要来看 那个整个重建的过程 我们看以色列人怎么样回归到 他们跟神的关系里面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大家要一起来读 所以以色列记的第二章到第三章 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 整个以色列记其实就是一个 圣殿的重建的一个故事 也是我们整个信仰的重建的一个故事 在第一章里面 我们上次提到的是 上帝非常伟大的在掌管历史 透过一个波斯王古列 很奇妙的让一个外邦的君王 来成全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特别要提醒大家 不要以为只有基督徒的君王 皇帝 市长 总统被神所用 其实包括非基督徒的君王 同样都被神所用 所以因为所有的权柄是神给的 所以神在背后 神在掌管历史 那么第二章到第三章 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细节 我们第一章的细节是讲到 神激动古列王 这个重点在这里 第二个 神激动以色列人回去 那么神激动以色列人回去 有多少人回应呢 我们今天要来看 以色列人被掳得那么多 但有多少人回应 这一个神的护照 上次我们讲 第一章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所有回去的人是神激动 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蒙恩 我们成为基督徒 是神激动我们 是神主动的在工作 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 是神自己的带领 是圣灵的感动 不是我们寻找神 而是神寻找我们 不是我们认识神 而是神认识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我们来开始来看第二章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圣经的内容 这第二章第一节 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 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 现在他们的子孙 从被掳到之地 回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本城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一段记载 七十年前 尼布加尼撒 他所掳去的 那到了七十年后呢 就回回 当然这个七十年后来有人从历史来查 好像他并不是 就你不知道怎么算这个七十年 我们下次可以专门在针对这个七十年来讲 有人是说原本神定的日子是七十年 但是呢 有的时候人并没有完全依照神所定的日子 所以这个会有一点点的出入 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那看你这个七十年是从什么时候算起 什么时候截止 所以这个是有不一样的看法 但是基本上那个是很微小的出入 所以这个是顺便先给大家提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今天暂时不提 反正以色拉记 我们还有很多机会来提 我们今天要来重点要来看的是说 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 为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 这里讲到的是什么 这里讲到的就是说 我们这些被罪掳走的人 我们这些原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散寒亚伯 罗亚的后代 都是蒙福的儿女 不管你是哪一个支派的 散寒亚伯 这就是全世界目前现存人类 我们的祖先 当然你说是亚伯拉罕没有错 但是经过洪水之后 我们要想得更损确的话 我们是罗亚的后裔 对不对 罗亚的后裔散寒亚伯 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原本在第一次亚当的后裔当中 我们那时候一直强调 亚当的后裔到了该隐的时候 才第二代而已 到该隐的时候 人已经离开耶和华的面了 人已经离开上帝了 我们已经被罪掳走了 我们已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我们就不是活在原本神所设计的 那个心意当中了 所以怎么办 所以神就兴起了赛特以罗士 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所以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阶段 就是该隐的后代 他们离开了神 他们追求的是经济 牧养生畜之人 第二个弹琴吹销 他们追求娱乐 第三同气铁记 他们追求科技 那跟今天是一模一样的 追求经济 追求娱乐 追求科技 这现代人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经过了那一批人以后 那一批人当时已经被洪水毁灭掉了 所以洪水已经象征着世界末日 很多人都不相信世界末日 不会有世界末日 其实人类历史已经发生过一次 就是洪水 洪水就是象征着世界的末日 所以当洪水过后 挪亚邦州他们出来以后 天上有彩虹声 跟他们立约 神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如果下一次你们还是一样 又做了很多很多 这种彼此伤害 伤天害理 破坏上帝美好的原则 你想怎样就怎样 第二次的话不再是用水毁灭世界 乃是用火毁灭世界 所以在挪亚的时代已经预告了世界末日 第二次是用火来毁灭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 等于是上帝把第一次失败的人 已经通通belit掉了 从挪亚开始 我们是救恩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 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人 神希望我们不要重蹈该隐的护侧 神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的从挪亚的后代 重新去敬拜上帝 跟神立约像天上的彩虹一样 但是呢 很遗憾 我们并没有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这里讲到说 被掳的人 就是我们这些被世界掳走的人 所以这是人类第二个阶段 就是到了挪亚之后呢 人第二次的又再次的败坏 所以怎么办 进入到救恩的第三个阶段 于是神就拣选亚伯拉罕 神拣选亚伯拉罕说 我再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拣选一些真正有心 被分别为圣 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人 让这一群人 我们可不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 让世人羡慕我们 就好像世人羡慕基督徒一样 最早的时候神说 让世人羡慕亚伯拉罕 让世人看一看亚伯拉罕敬畏神 他过什么生活 你们过什么生活 所以你发现亚伯拉罕无论走到哪里 随便挖就有井 随便挖就有井 他的儿子以撒也是这样 在饥荒的时候 我们记得吗 我讲过那一段经文 饥荒的时候还有百倍的收成 在疫情刚开始 我就用这段经文 勉励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你要对上帝有信心 虽然是疫情当中 饥荒当中 但是你只要投靠神 你就有百倍的收成 随便挖都有井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在第三个 基督徒的第三个阶段 神拣选一批人 就是以色列人 但是非常遗憾 以色列人呢 又被掳 怎么被掳 第一个阶段是在埃及为母 后来神再把他们带出埃及 但是带出埃及 进了家来之后 他们还是不侵畏神 所以就被巴比伦来掳走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整个旧约的结束 所以我刚花了大概十分钟 我们就把整个旧约 就已经是可以说 就是走完一遍了 整个旧约就是第一个阶段 神跟亚当的下巴立约 他们的儿子该隐破坏 后来神就把那些 不合他信的 通过一个审判 把他们都除灭掉 然后从罗亚的后代 可是罗亚的后代 又犯了一个错 他们建了巴别塔 陵路 他们建了巴别塔之后 塔顶要通天 要训养自己的名 那这一次神就任平他们 那神分别为圣 拣选了亚伯拉罕 叫做救恩的第三个阶段 到了第三个阶段以后 亚伯拉罕他们的后裔 又再一次的 又被世界辱去 那就是埃及 神给他们机会建立一个国 等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之后 却又因为违背神 最后国家再次被巴伦 到目前为止 整个旧约就结束了 所以为什么上次说 整个以色拉基在讲重建 因为你现在回头看 整个旧约的历史就是被掳 我们不断的被罪辱走 我们不断的被世界辱走 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断的遥远 我们放不下这个世界 就像罗德的妻子 都已经所动 欧伯拉罕要毁灭了 你还看 这个世界都要毁灭了 你赶快走 你要得救只有一个条件 你要得救这一个条件 那就是不要毁灭了 不要爱这个世界 我们有一点悔因 好 就不要爱这个世界 然后 但是 这个罗德的太太 放不下 所以你知道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可以明白 就算这个世界末日了 耶稣基督要再来了 你知道吗 还是有很多人放不下这个世界 哎呀 我的iPhone啊 哎呀 我的网路啊 哎呀 我的Game啊 哎呀 我的 真的很多人 所以上次特别强调说 你当地基督徒一定要羡慕天国 你不羡慕天国很怕死 那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灵命 真的是太脆弱了 因为天上的家乡我们要羡慕 所以神就要以色列人说 你羡不羡慕回家 我激动你 但是你要不要回应我 神已经激动以色列的百姓了 说你看你们可以回去 你们可以回去 你们可以归回 你们被掳这么久了 但是还是蛮多人就觉得 被掳就被掳好像也没差 没有上帝也没有差 我日子还是很好过 甚至有些人就算 耶稣基督再来了 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 世界要毁灭了 你信不信还是有很多人 他们来这次回头 看着这个世界 我舍不得啊 我舍不得我的美食 我舍不得我的豪宅 我舍不得这些东西 人性真的是怎样 真的会这样 大家都知道最近加州大火 对不对 那我们好几个弟兄姐妹家里面 住在就是比较那边的 那大火烧过来的时候 那真的很可怕 都是被强制撤离 但是真的很多人 我都要烧过来了 舍不得 舍不得 我的家 我的家舍不得 舍不得 那人家说强制撤离了 不肯走啊 为什么 我舍不得 这是人性 我们真的舍不得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可是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 大火来烧掉以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教会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以前是在这里 后来搬到 那个Chino Hills 他就跟我分享 说那天他还传了一个影片 给我看啊 说那天那个火 在他们家已经烧的 他就是站在那边 他就守到最后一秒钟 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讲 他说哎呀 如果烧掉就烧掉吧 我们不是想换个大房子吗 烧掉的话 我们就盖一个 比较更大的房子 这个形态就是对的 反正如果要烧掉 那就烧掉吧 烧掉以后 我们就可以趁机会 就换个更大的 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啊 如果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再来 这个世界的文明毁灭 毁灭就毁灭吧 毁灭了以后没关系啊 天上我们有更美好的 新天新地 更美好的家乡 所以基督徒 一定要羡慕 那个更美的家乡 不要眷恋这个世界 好 那我们就要讲回来到 以色拉记了 以色列人要被鲁归归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羡慕回去 你说在巴比伦好不好 我觉得在巴比伦 当然是非常好 因为巴比伦 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封闭的国家 对不对 以色列人是分别为圣的 以色列人是比较辛苦的 要守安息日 守这个守那个 结果呢 巴比伦 是跟所有的这些外邦人 生活在一起 有世界上的繁华 娱乐 那真的是比较开心一点 所以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那个时候 到了巴比伦 那要回去以后呢 很多人其实就不想回去 神虽然激动他们 但是呢 他们其实不是很想回去 所以这里记载 说他们的子孙 从被鲁 然后归回 这个是很不容易 所以你要注意 他们的子孙 他们的子孙 这里你有很多人 搞不好是在巴比伦生的 七十年 你如果是当时被鲁的人 现在你要回去 你被鲁那一年 你在巴比伦生的 你现在也七十岁了 那如果你现在被鲁的 回去的话 如果有二三十岁的人的话 那就代表你是从小 在巴比伦长大 你从来没有 你只有听说过故乡 听说过耶路撒冷 你从来没有自己经历过 那你说这些人要回去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残酷的一个事情 以色列人 他们怎么会愿意回去 真的是神激动他们的心 如果他们的里面没有那一个 对于整个国家 或者对于自己文化的认同 跟那种爱慕的话 没有必要回去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 他们的子孙回去 请大家注意是子孙 你说我们这一批 从亚洲移民过来的 你说如果有一天 我们要回去的话 大概都是我们这种 从小在自己的家乡长大的 我们回去才有感情 如果我们的儿女在这里生的 坦白讲 他对于我们的故乡 未必有感情 这个大家要理解 真的不能够责怪 这很正常 对不对 所以我们教会那时候 要转圈都要回去的时候 那有些孩子 从来没有回去 过去我怎么要回去 那个地方跟我一点 关系都没有 那爸爸妈妈说 那是你的故乡 好多亲戚朋友 都没有看过你 就等着看你 哇他更害怕 年轻人最害怕 我都不认识 什么叔叔伯伯 阿姨婶伯伯 什么什么那些 我都跟他没有见过 没有 我干嘛要回去 这就是当时 以色列人的情况 我们这些从那里出来的 我们会想回去 他在这里生的 他未必想回去 所以各位请你要注意看 现在他们的子孙 从被掳到之地 回耶路撒冷 这句话是非常伟大的 这句话是 如果没有神在背后工作的话 人凭什么回去 而且说真的 你在巴比伦 巴比伦当时是强盛的帝国 成功的国家 你以色列是一个灭亡的国家 回去有什么 家乡有什么 家乡什么都没有 他们回到家乡之后 全部都是百倍贷心 因为所有的能干的 强壮的 专业的 通通被掳走 只剩下老弱 妇如走不动的 那个整个是一个荒诚 那你现在回去干什么 回去那边没人做生意 回去那边没有自己的房子 你这个美国这边房子 好好的有停车场 现在叫你再回去 一个废区的国家 这个挑战非常大 对不对 所以谁愿意回去 真的没有必要回去 真的没有必要回去 但是呢 上帝在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我读的时候特别感动 他们的子孙 只听说过圣殿 只听说过那些传统 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国家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怎么回去呢 好我们一起来看 他们是同着 索隆巴伯 耶稣亚 尼西米 西莱亚 利莱亚 莫迪改 毕山 米斯巴 比格瓦伊 利宏 巴拿 回来的 这些人 这些领袖 一定是当时非常重要的 极为重要的领袖 名字才会记载在这里 那这里我要提醒几点 因为以色列人的名字 一直都是在重复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莫迪改 这个莫迪改 不是以色铁基的莫迪改 我要强调一下 因为莫迪改没有回来 所以这里说莫迪改有回来 那不是同一个人 是同一个名字而已 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他们跟着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是谁 索罗巴伯是他们的神长 这个我们要特别提一下 我觉得这一段也是会让我非常的感动 索罗巴伯是神长 索罗巴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是生在巴比伦 或者巴比伦的后裔 那这个名字为什么特别有意义呢 这跟他的背景有关 索罗巴伯是谁 索罗巴伯是约亚金王的孙子 大家那一段历史可能有点忘记了 约亚金是谁 约亚金是当时被掳 被掳到巴比伦地的 当时巴比伦王把约亚金掳走了 当人职 然后就在耶路撒冷另外立了一个王代替他 约亚金就变了俘虏 被带到巴比伦去 后来在他被掳后的37年 约亚金王被掳的37年 巴比伦王声音上说 这里是一段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声音上说巴比伦王 他看重约亚金 提他出尖 跟他变成朋友 跟他同中吃饭 那这一段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 根本就没有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是约亚金的孙子 所以我觉得约亚金王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王 他今天被掳到异乡几十年 所以他的孩子 他们特别取名生在巴比伦 这个生在巴比伦 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一个 好像一种提醒 就是说你是以色列人 但是你是生在巴比伦 好像提醒他说你不要忘记 你虽然生在巴比伦 你是巴比伦的后裔 你是巴比伦生的 但是用这个名字来特别强调 你不是真的属于这里的 你是一个犹太人 这个是皇室的贵族 约亚金是一个王被掳走了 我觉得他如果是平民老百姓就算了 他是一个王 他一定会很想回到他自己的国家 他一定是信念挂记着他的国家 但是回不去 那怎么办 所以他的孩子 他的孙子 他特别取名的时候 就是纪念你是生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所以将来有一点你回去 人家问你索罗巴伯什么意思 你就说我是以前 我以前是我们曾经被掳 我爷爷那时候被掳是生在 然后我是在巴比伦生的 是有故事可以讲的 所以索罗巴伯这个名字是有故事可以讲的 那为什么上帝要使 约亚金在巴比伦王面前蒙恩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 后来索罗巴伯才有机会成为神掌 所以后来巴比伦王 到了后来这个王朝过了以后到波士王古列的时候 他就设了索罗巴伯为神掌 如果今天约亚金一直都在监牢里面是俘虏 他都没有机会出来 他都没有机会改变他的地位 那我想今天索罗巴伯他也就是一个俘虏 甚至于奴隶 皇室为奴的空袋 他有没有机会去回到圣殿呢 他有没有机会再回去回去重建圣殿 回去他的耶路撒冷的国家呢 我想他可能没有机会 但是因为巴比伦王使他抬头 使他的爷爷约亚金抬头 所以尽管后来波斯把巴比伦灭掉了 但是波斯王古列 我们上次特别强调 古列的政策 古列的策略是不是来应的 他是以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的 所以他解放者他就善待了所有的人 他就善待以色列人说你们可以回去 他也善待当时被巴比伦征服的各族中 你们都可以回去 我是解放者 所以古列王肯定也是恩待了这个约亚金 因为他既然让犹太人回去重建圣殿 那约亚金他的后代 这个是皇族的后代 他肯定是被他们是善待的 所以他就让他的孩子索罗巴伯做了省长 做了省长回去治理耶路撒冷这块土地 这是他的整个这种国家治理的一个政策 这是他的一个方向 所以他就这个索罗巴伯从小他变成不是在监狱长大 而是他是在皇宫长大 他从巴比伦的皇宫 然后一直到后来到了古列的皇宫 然后他长大成人 非常的优秀 所以就做了省长 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圣经没有写 但是足以让我们合理的怀疑的事情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怀疑 所罗巴伯在皇宫的时候 很可能受到但以理的影响 因为但以理是三朝元老 但以理从那时候巴比伦王第一任 后来因为但以理的才干恩赐人品 最主要是神的统在 所以但以理在改朝半代当中 他一直都是居非常重要的政治地位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整个政治的环境当中 难得的遇到了自己的 尤其是皇室贵族约亚金的孙子 我相信但以理肯定是有影响到这个索罗巴伯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圣经虽然没有记载 但是是我们合理的推断 索罗巴伯对于圣殿的热情 我相信他一定是有受到但以理的影响 但以理影响了一个年轻人 对于他的信仰 对于他的互相充满了热情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 是相当感动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一段要特别强调一下索罗巴伯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他们要回去的人 那你如果去读以色拉基第二章 哇就密密麻麻都是名字 那我帮大家挑重点 我们就不要全部读了 我帮大家挑重点 重点读出来 祭司 祭司 耶稣亚加耶大亚的子孙 973名 这个开始回去的名单出现了 然后立位人 立位人叫和达威亚的后裔 就是耶稣亚和假面的子孙 74名 这就开始名单都出来了 所以回去的有祭司 有立位人 然后还有唱歌的亚撒的子孙 所以你读诗篇就写亚撒的诗 亚撒是师班长 大卫设立的师班长 大卫设立了一群专门敬拜赞美的人 在圣殿当中专专业的 国家养他 大卫养他 他们拿国家的薪水 就专门在写敬拜的歌 所以诗篇里面很多都是亚撒的诗 所以亚撒的子孙音乐世家 而且这个音乐世家 是专门在圣殿里面侍奉的 唱歌的 有128名 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 就是跟这一段 跟这个以色列这种传统很有关 就是真正的找那个有音乐恩赐的 在前面带动 那你说我没有恩赐的 可不可以唱歌 可以唱歌 但是我们基本上就在底下唱 为什么 因为在台上唱歌是这样 唱歌是上帝创造很伟大的一个艺术 你听歌声是会感动的 你做到那天一个人唱歌 有的时候他唱得非常好的时候 你听他唱的时候你会流泪的 你会被带到他用歌声所描绘的 那个情景里面的 所以这个是唱歌的 是要非常专业的 所以圣殿里面敬拜赞美的人 那些唱歌的 是真的是要有这个专业 有这个恩赐 有这个训练 所以他在唱的时候 你听的时候 你会带动你对上帝的敬拜 你听他唱诗歌的时候 或者尤其是现诗 诗班的现诗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现在各教会敬拜赞美 然后让诗班渐渐没落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非常可惜 诗班是一群很会唱歌的人 敬拜赞美是我们唱歌 带动大家唱 诗班不一样 诗班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训练 练习 分布 唱得很复杂 你们是跟不上的 会众没有办法跟的 会众只是敞开心 在那边听 所以这个在敬拜当中是不一样的 敬拜有一种是大家一起开口唱 大家同声来赞美神 但是有一种是有一群人代替我们来赞美神 所以敬拜是两种 第一种敬拜团是带领我们来敬拜神 敬拜团带领我们 可是第二个诗班 敬拜团的诗班是代替我们向神献上 所以这个两个都是很重要 所以请大家记得 要有敬拜团也要有诗班 感谢神我们教会一直都有诗班 要维持这个传统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继续的保持 所以专门唱歌的亚萨的子孙 就122个 然后还有守门的 因为你知道圣殿的门是 圣殿在以色列的圣殿 我们以前讲过圣殿 圣殿是要门是要一直每天早上要有人点灯 要有人在那边看守 不是随随便便 什么阿玛阿果都可以进去 尤其外邦人根本不能进去 所以门口要不要有守门的 当然要有守门的 所以守门的是沙龙的子孙 亚特的子孙 达门的子孙 亚古的子孙 哈迪大的子孙 硕拜的子孙 共139名 所以各位 我们要分工来侍奉上帝 有祭司 有立位人 有敬拜赞美团 有没有需要在门口招待的 有啊 都是 这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敬拜神 有各样的方式 我们要分工 大家一起来敬拜神 然后呢 特别呢 还有一种人 这也是值得讲一下 叫做尼提宁 就是在圣殿里面打扎的 和所罗门仆人的 共392名 这里有特别强调 这里特别强调说 圣殿里面呢 有一些帮忙做工的 这种帮忙做工的 他们一个称号叫做尼提宁 尼提宁 来我们来多看几段经文 尼提宁是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可能大家以前都没有注意过 什么尼提宁 好 看一下 历代至上九章二节 这里有记载说 先从巴比伦回来 住在自己 毕业成义中的 就是也是在讲 贝鲁归归的 有以色列人 有祭司 有立位人 有什么 尼提宁的首领 所以你看圣经特别讲到 有一群人叫做尼提宁 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族群 以色拉记 后面一点我们也会读到 我们现在先来读一下 以色拉记 以色拉记第八章二十节说 从前大卫和众首领 派尼提宁不是立位的 现在从这尼提宁中 也带了两百二十人来 都是按名指定的 请你要特别注意到 这里讲到尼提宁从哪里来的 说以前在大卫的时候 大卫他们曾经分工 他们大卫不是组成了 敬拜赞美团吗 同时大卫也指定尼提宁人 一群尼提宁 从来你们尼提宁人 你们来服侍立位人 因为立位人很忙 他们在服侍上帝 所以要有人帮帮他们打杂 简单说就是打杂 或者说是外劳 可以这样说 尼提宁 然后他们有两百二十个人 而且尼提宁人都要挑过的 不是随便的 因为你像他 他离圣殿这么近 他侍奉立位人 他有没有机会上下其手 偷这些祭司的肉 他有没有可能去捣蛋 因为他做的是离圣殿很近的 所以这些人 虽然做的是很劳力性的工作 但是这些人也是很重要 所以这些人都是按名指定的 都是按照名字指定 如果你看过电影就知道 一些动作片 比如说我们要渗透到一个公司 还是说他们要去什么 要去抢银行所什么的 他们最容易化妆成什么人 警卫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警卫是最被忽略的 所以随便买一套警卫的制服 就混进去了 或者打杂 或者清洁工 如果你看那个 Tom Cruise的电影的话 这个就在显明说在一个团体 或者在一个系统里面 最容易被忽略的 最容易被渗透的 就是警卫 所谓的保全 或者是清洁工 打扫工 这些 这个是非常容易 随便一个人 你也不觉得阿玛阿古 他就进去了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 他们是很厉害的 他们说 不是可以随便进来的 你提名人都是选过的 所以我要带谁回去名单给我看 不是说 随便找个220个人 反正打杂的 不是这样 这里讲到什么 按名指定的 你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对于信仰 他们是多么的慎重 整个圣殿里面侍奉的人 不管是守门的唱歌的 甚至于点打杂的 都是采实名字 名单交上来 我要知道他是谁 都是调查过背景的 安全的 不会乱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 为什么我们教会 在马上这个礼拜的选举 为什么我们教会 那我跟林牧师 我们来了之后 我们就推动了一个叫做 推荐委员会 很多人误会 说推荐委员会 就是说 有推荐才可以避训 没有推荐不可以避训 不是这样 推荐委员会的意思是说 我们按照徽章 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选 但是因为以前发生过很多次 大家选他 他说我不想做 我可以侍奉 但我不想背这个名 我没有要当什么执事长老 我就做一般的同工就好了 我不用一定要有一个名分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不要啦 你要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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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是违反圣经的 因为圣经上有说 你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教会做同工 可如果你要当执事当长老的话 那你要羡慕善工 也就是说你要愿意 不能过因为说 大家叫你做 你就好吧 你就出来做 可能这个在教会过去的传统是发生过 哎呀没有人愿意当我 就去拜托他啦 拜托啦 拜托啦 这样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在教会过去 比较不成熟的时候 可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就没有人愿意出来做同工 但是不是没有人愿意做事 我觉得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 愿意做事的人很多 但是很多人做事 不想背一个名分 所以那时候我跟林博士 我们就推动一个叫做推荐委员会 推荐委员会的意思 不是说只有被推荐的才有资格 不是这样 而是说 我们先去问 如果你被选上 你愿意做的 你愿意做的 我们不希望说被选上又不愿意做 这样很奇怪 所以我们只是 我们的推荐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提名 我们是说 我们问大家 有谁是你愿意做的 愿意做的 我们来提名你 让弟兄姊妹在说 你是愿意做的 所以这个制度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是我们从今天这段圣经 读得很清楚 不是说随便拉一个人 勉强他 好了来做执事 来做长老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观念大家要改变 而且按照圣经里面来说的话 长老既然当了长老 他就是要关管教会 不是说这一任我当长老 这一任我不当长老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是后来我们的很多的制度 其实已经偏离圣经了 理论上我们选一个人当长老的话 这个长老就代表 他对教会的事工 他有这个负担 长老是终身职 而不是任其职 这个是应该要慢慢 我们的教会越来越成熟 我觉得我们要越来越回归到圣经 好这个是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不要小看尼提宁 打杂的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还有一段在尼西米记有提到 他说于是祭司立位人 守门的歌唱的民众的一些人 还有尼提宁 并以色列众人各注在自己的城里 所以这里再次提到尼提宁 所以他们没有被忽略 没有因为打杂就忽略他们 每次记载他们说 讲祭司讲立位人 守门的歌唱的 然后一定会讲到尼提宁人 所以这个是 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解释 好那么历史学家 认为尼提宁人是谁呢 这个很有意思 圣经没有讲 但是历史学家认为 尼提宁呢 就是呢 以时进迦南的时候呢 有一个民族叫做鸡变人 这有一段故事 神奔赴以色列人要把迦南人都灭掉 所以迦南人也听说了这件事 所以以色列人第一座城就攻打耶利哥城 那耶利哥城怎么打下来的 就唱歌在那边绕啊 然后最后一天到了第七天 绕七圈 那个城就倒了 所以迦南人听了就很害怕 说没听过这种事情啊 都不打仗 只是唱歌敬拜赞美唱仗 成庆人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 基督徒会行军祷告 绕城祷告 就是从这种圣经面的典故这里来的 那你说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觉得这是看个人的感动 你要行走祷告绕城 也是自由的 但是新约并没有这样教导我们 这是一个旧约的故事 所以如果迦南人 你没有这样做 你也不用难过 或者觉得说 我是不是不属灵 千万不要这样想 有人有负担要绕城 很好他们都不做 但是呢 你不做的人并不代表 你的灵面比较差 好不好 这个是大家要明白 每个人各自有领受 他有感动要去做 那就是他的自由 那你没有这个领受 或者你觉得说好像这个西元并没有教导 不要这样做 我们有必要这样做吗 你就不做 这都是OK的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西元前 西元前大概1400年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进到了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 所以当时迦南人闻风上当 听到了说 哇 以色列人要来了 很害怕 那其中呢 有一个地的人叫做鸡变 鸡变的人 他们就商量说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不想死 不想死 那怎么办 他们呢 就出了一个怪招 他们就大家打扮 叫所有的这些居民 来来来 我们都化妆成 我们是那种生意人 我们是不是住在这里的 我们是经过这里的 我们是到处在流浪的商家 流动摊败 我们是在各地做买卖的 所以他们就化妆成 我们现在说的类似吉普赛人 这样子 他们就化妆成做生意的人 从极远之地而来的人 这圣经写的 说我们从很远很远 讲不清楚了 我也不知道跟你讲哪里 反正很远就对了 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跟以色列人立约 说你们要杀了是住在这里的本地人 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 我们你杀了我 我很冤枉 我只是经过而已 我是游客 我不是居民 所以他们就用了这样的诡计 后来就跟以色列人就立了约 签合约 说你不可以杀我们 后来以色列人发现被骗了 说糟糕 我们被这些人骗了 但是因为你约已经签了 怎么办 那怎么办 只好遵守约定 那圣经里面特别讲说 关于这件事情 以色列人没有去求问神 他们没有问上帝 擅作主张 就贸然跟他们立约 后来发现被骗了之后呢 可是因为已经立约了怎么办呢 所以呢 在约苏亚记第九章就记载 说 刘基变了在他们当中 做了劈财凋水的人 就是说好吧 那这样的话 那既然 既然跟你们立约的话 那现在怎么办 那这样我要杀罚你们 谁叫你骗我 杀罚你们 你们就要在我们当中呢 来做苦工 来做服役的人 所以后来这群鸡骗人呢 人家就猜测他们就是后来的谜题 好这段很有趣 好那我们最后我们讲完这边 我们到一段落 第二章 好 好我们继续来读经文 所以回去的会众有多少 回去 包括唱歌的 历位人 历位人 祭司 守门的等等等等 回去从巴比伦 回耶路撒冷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有四万两千三百六十人 所以大家数字不用记 你就记四万多 四万两千三百六 非常清楚 连灵头都有 然后呢 他们的谷碑 都是实名字哦 他们的谷碑有七千三百三十七人 然后另外呢 还有唱歌的男女有两百名 所以你这样加起来的话呢 四万二再加个七千 再加个两百 这样加一加就差不多五万人 所以大家不用记那个数字 我们 我们那个没有必要 但是你有一个观念 从巴比伦回去耶路撒冷的 有多少人 五万人 你就记得 这样比较好记 记个整数 大概有五万人 然后呢 甚至于 连马多少匹都会清楚 马有七百三十六匹 然后呢 罗有两百四十五匹 骆驼四百三十五只 驴 驴六千七百二十匹 驴怎么那么多 因为驴要负重 驴是很能够负重 所以他们要回来 说那些家当 通通放在驴的背上 那马是人可以骑 那驴的话 主要是扛着这些 这些家当 所以这就是当时非常清楚的记载 以色列人他们回去的状况 那么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 就是因为他们要回去要重建圣殿 这是他们的使命 我上次有讲 一定是先重建圣殿 然后才会重建国家 然后后来宁西米再重建围墙 那是一个过程 所以他们这第一批回去的要重建圣殿 那所以他们带着那些 他们当时在巴比伦还记得吗 古列王下招 你们都要帮助他们 要捐钱 要帮助他们 所以他们捐的金子六万一千达利克 银子五千米拿 并祭师的礼服一百件 你说祭师这么多礼服才一百件 祭师礼服就像我们的尸袍一样 大家轮流穿 不是每一个人自己见 祭师的礼服是放在圣殿 好像我们教会的尸班袍 就放在尸班式里面 要现实的时候才穿 所以祭师服有一百件 然后呢 于是这里就讲到 祭师立位人 民众一些人 歌唱的所门的尼提宁 并以色列的众人 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面 所以这一段记载呢 我们看一下 从圣经里面来看 这一段记载呢 一共是有三十二个家里 如果你去读以色拉记第二章的话 那边谁谁谁谁谁谁的后代 回家的有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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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清楚的名册造册 有三十二个家里 还有每一家有多少人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表明 神认识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将来在天上 生命册也是这样 声音上说天上有一个生命册 反正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 将来都是可以进天国的人 所以我们的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 所以神要赎点我们 神一个也不能够混进去 一个也不能够少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包括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 名字 谁是回去的人 清清楚楚 你回去干什么 清清楚楚 不过这里简单的讲一下 其中有十八个家庭 跟后来的尼西米记 也记载这段事情 那么尼西米记的 跟以色列记的同一件事 但是名单有出入 有三十二个家庭 最后一共有三十个家庭 但其中有十八个家庭 是一样的 但是另外十四个家庭 人数是有出入的 所以很多人就问了说 他怎么会这样 都是要回去 他为什么拿出来的名单 不一样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完了以后 我们就准备进到下半段了 我们就休息了 第一个是这样 以色拉这边 因为我们知道 以色拉没有跟着回去 这里要强调一下 我们现在读 所罗巴伯省长 带着大家回去 以色拉没有回去 以色拉是下一波 但是以色拉是文士 所以我们在这里 猜测 以色拉手上写的名单 是出发名单 就是来登记要出去 要回去的名单 差不多五万个人 三十二个家庭 其中有十八个家庭 跟后来尼西米记得 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有些不一样呢 有人猜测是这样 就是尼西米也不是这次回去 可是等到尼西米回去以后 他有数点 他有在户口补查就对了 这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说 出发前的人 跟抵达的人 可能不一样啊 对不对 我出发的时候 报名的是这么多人 可是等到要出发的时候 可能有人生病啦 或者有人可能就 甚至于可能就离开啦 就死掉啦 那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路上 有些人可能是有的状况啊 他可能就回去了 那有些人可能在路上发生的话 死在路上的啊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圣经学者猜测 以色拉的名单 应该是出发前的名单 尼西米的名单 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名单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 是中间呢 有一些出入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可能这个记录这个的时间点 不一样 所以可能是以色拉写的时间 跟后来尼西米算的这个时间差距 比较远 所以可能这个名单就发生了出入 那还有第三个可能呢 可能就是因为抄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圣经的这些书卷 这些文书都是用抄的 有可能有某几个是抄错 这都有可能 所以大概有几个都是非常合理的解释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归回的成员呢 就怎么分类呢 就是谁回去了呢 有四个祭司家族 所以因为回去重建圣殿嘛 所以一定要有祭司回去 所以有四个祭司的家族 在36-39节是属于祭司的 祭司回去了4289人 好 然后呢 还有一群呢 是立卫人 有一小群的立卫人 在四十节记载了 立卫人比较少 立卫人呢 只有74人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然后 然后 比较有趣的是 特别记载了一群来路不明的人 在第二章的59节到63节 有一段很有趣的记录 他说呢 从特米拉 特哈萨 基律 亚旦 阴脉 上来的呢 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 不是以色列人 不是 没有身份证 没有护照 好 所以你跟着来 好 然后呢 要验一下 你说你是以色列人 你说我是啊 那你要证件给我看 你向我证明 我没有证件 我们证件已经遗失了 因为 贝鲁嘛 贝鲁有一些人 就 这种人比较糊涂的 常常找不到证件 找不到钥匙 找不到眼镜的 有时候 有很多重要的证件 就找不到一天 当我去重办的 我是从来美国以后 回台湾重办身份证 我现在看 我来美国六年 我回台湾 每次回台湾 觉得怎么身份证就找不到 我至少三次重办身份证 我这种人是比较糊涂的人 我不太知道 怎么保存很重要的资料 所以以色列人里面 一天也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我当时在以色列人 我就是来路不明的人 我说我是以色列人 他说那你爸爸是谁吗 我都讲得出来 我真的是 可是你要口说无凭 拿个证件我拿不出来 所以这种叫来路不明的人 他们是以色列人 他们无法证明 不能指明他们是以色列的 他们是比兰亚的子孙 多比亚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共六百五十二名 所以这里有一群人 这群人 这三家人在族谱里面 找不到 然后就结果 算为不接近 本来他们是要回去做祭司 但是神长所罗巴伯就说 不行 我不能够证明你的身世清白 那你就不可以服事 所以不要以为我想服事就服事 这个条件还蛮严格的 资格不服 不是你人品有问题 就是你拿不出这个证明 你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要知道 服事上帝是很严格的 所以大家真的 教会的施工不要随便 所以神长就对他们说 你不可以吃 祭司才可以吃 你不可以吃 一直到 等到我们的圣殿成熟了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圣殿 等到我们正式的献祭了 敬拜了 我们执行完整的 整个宗教仪式 然后我们有乌林土民 乌林土民就是像花灰这样子 所以庙里面的花灰 他们也是都是给以色列人的这个传统 上帝指示他们的方式 其实都是学来的 不是我们学他们 他们学这个上帝启示的方式 说你就用乌林土民 一块叫乌林 一块叫土民 丢到地上 所以神长就说 要等到我们的整个献祭都OK 然后祭司说OK了 我们现在可以帮回了 可以有乌林土民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来求问神说 这些人可不可以做祭司 所以这就是 好 这就是一段很有趣的记载 我们这里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然后我们就休息 所以这一段其实在启示我们说 上帝对于一个人的得救是非常谨慎 不是所有受洗的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 因为很多受洗的是人情 牧师对我很好 我要来受洗 教会这个教会很有爱心 我要来受洗 各位你当基督徒只要久一点 你就发现有一大堆糊里糊涂就受洗了 受洗又不用押金又不用证件 愿不愿意就洗了 有时一时感动就洗了 后来就没有了 所以不要以为说 只要你有受洗都是得救 绝对不是这样 你要清楚的受洗了才可以得救 所以我们教会 所以我跟林牧师都是很坚持 不随便给人家受洗 不要随便拉业绩 是一定要很清楚上过课 很清楚知道真理的 他才可以受洗 因为我们不希望加拿有些人 受洗以后不清不楚 然后跟上帝说上帝我来了 上帝说你哪位我不认识你 那就是我们就有责任 我想整个教会我们都有责任 因为我们太随便帮人家受洗了 所以这个要提醒 不要随便便捞人家就要来受洗 所以这个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在整个以色列人归回的过程 都是很严谨的 绝对不可以随便的 上帝的事工绝对不可以随便的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现在我这边已经是 11点5分了 我们休息10分钟 15分我们再回来 好谢谢大家 我们来看第三章 谢谢